聯合國氣候峰會將會在英國的格拉斯哥登場 而德國看守協會是在會前公布了最新氣候風險指數排名 從兩千年到二零一九年 最受極端氣候衝擊的國家是波多黎各 還有緬甸 而這一次大會主席 英國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部長夏馬就指出 呼籲國家承諾 每年付出千億美元給貧窮國家 來對抗氣候變遷 這渴望在二零二三年打寵 馬路變水路 房屋被夷為平地 二零一七年颶風馬利亞橫掃波多黎各 造成兩千九百七十五人喪生 二零零八年熱帶氣旋納吉斯肆虐緬甸 山洪爆發釀成近十四萬人失蹤與死亡 德國看守協會公布二零二一氣候風險指數 兩千至二零一九年 因極端氣候受創最重的前兩國 就是波多黎各與緬甸 臺灣則排名三十六 不滿極端氣候危機全球 各國不採取有效作為 二十五號西班牙馬德里 有民眾上街抗議 全球因應且有變遷 層級最高的聯合國氣候峰會 Cup 26 三十一號即將在英國 格拉斯哥舉行 社運人士幾乎趕快行動 除積極減碳 面對天災頻傳的氣候緊急狀態 貧窮國家根本沒錢推動 減災的調適策略 Cup 26大會主席 英國商業能源及工業戰略 部長夏馬明確表示 富裕國家要出資一千億美元 將於二零二三年到位 原本去年要達成募資千億美元 但進度落後 要再等兩年 Cup 26是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後 規模最大的氣候會議 能否推進減排目標 控制升溫在攝氏1.5度 此次大會主席下馬坦言 難度比巴黎峰會還高 記者們陳昌偉綜合報導